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斋雕工 主播 暖阳 第一百零一集 我 木耀今天多饮了几杯 脸上也泛起了薄薄的一层红 比平日迟钝一些 文言倒也没有推辞 只是有些不好意思 慢慢地开口 我小时候过得很无聊 天不亮就出门练书法 每天画满十张符 每隔一个月就出门历练一次 木声垂眸没有抵触 安安静静地听 看样子似乎还听进去了 林淼淼悄悄悄地回头看她 感到很欣慰 小时候爹待我很严 要是没有达到标准 就得去一个黑屋子里 关禁闭 她喝了一口酒 睫毛垂下来 带着一点淡淡的笑 回忆往昔道 没有爹的命令 谁也不能放我出来 又冷又饿的时候 只有她 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 她没有再避之不及 而是顿了顿 带着迷离的表情 说了下去 她对着门口的下人 又打又骂 提这个食盒闯进来 给我送饭 她的神志涣散 仿佛嗅到了那些年温热的香气 有熬好的排骨粥 还有煮好的鸡蛋 那女人看着她吃下去 又抱着她 哭天磨地的垂胸顿足 哭得她的衣服都沉湿了 谁爱当桌腰世家的家主啊 姚儿不当了 咱们就嫁个好男人 不就好了吗 一辈子舒舒服服的 林淼淼实在暗暖不住 好奇心 回过头敲声地问 她是谁 沐生顿了顿 硬道 白仪容 林淼淼诧异 是 荣一娘 来来回回 沐瑶屡次提及 屡次避讳 几只入洪水猛兽 连名字都不愿意提 只肯称一句她的人 竟然是她的生生母亲 嗯 沐瑶听见了 笑了笑 心情复杂地重复了一遍 这个蒙成了好多年的名字 熊一娘 熊一娘 是十八岁 嫁给我爹的 那一年 沐家家主沐淮江 和发妻白锦 成婚六年 膝下无死 两大世家联姻 白锦是嫡出的长女 容貌出众 温柔大度 术发高超 与沐淮江是一对良人 哪里都很好 只可惜 白锦的身体一直不好 难以生养 白家也算是 知进退的捉腰世家 怎好让沐淮江绝后呢 上姑也娶外人 肯定是不放心的 自来想去 又从家族里挑了一个女孩 送了过去 是白锦的树出堂妹 白怡荣 白怡荣上上下下 和白锦天差地别 树女是没资格修习树法的 而是像一般女儿家一样 规格里娇养长大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目光短 脾气泼 洗装饰打扮 好争风吃醋 简而言之 是一个艳俗的纯女人 白家的想法很简单 白锦早年被练功术法 掏空了身子 后又随着沐淮江 四处地捉腰力险 受过几次严重的伤 这才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他们就要挑一个 不会法术 普普通通的女人 只管交养在后院里 生下沐淮江的血脉 报给白琴养 威胁不到白家长女 光耀门眉 白依蓉的生活 也确实很简单 她生在后宅 长在后宅 下半辈子还困在后宅 于是 每天对这些 鸡皮蒜毛的小事 斤斤计较 乐此不疲 用媚态争宠 与根本不与她 一般见识的姐姐 争风吃醋 为一点小事就呵斥吓人 非打即骂 三天两头地哭闹一场 脚在家里鸡犬不宁 我不喜欢她 沐瑶下了结论 淡淡地道 她的脾气 没几个人能受得了 她吸了一口气 似乎不吐不快 她 还对阿生不好 沐生抬起头 看了半醉的 愧疚的沐瑶一眼 冰冻的漠然目光 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 二姐 不说这个 沐姐姐 妙妙疑惑地问 难道 就因为这个吗 沐瑶摇摇头 灌了一大口酒 目光见了 那一双总是清淡的琉璃桶 忽然亮得惊人 六年前 我沐家清腿 三十三口人 死于非命 都是拜她所赐 啊 妙妙心中一惊 她 为什么呀 她 是妖 沐瑶的笑容中 有些颓丧 也许是被妖旗沾染 也许是早就休息了 妖术 也许 根本就是 伪装成人的大药 我也想不明白 依稀 只记得 熊熊大火中 生腾起的烟雾 将眼前景象 全部扭曲模糊 女人在烈火中的 裙摆飞扬 踩着足下 累累的尸体 脸上 沾着一串的鲜血 蔓延着 森冷的笑容 红唇轻奇 哼 沐家 这样才干净 望向她的眼中 再无欣喜怜爱 只剩下 憎恶 嘲笑 和一点冰冷的煞气 记忆 孕运成一片 奋力回响 只有这短暂的一幕 还留存在脑海中 我就是因为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沐瑶滴滴地说着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钻着酒杯 竟像是个 委屈的孩子一样 挂着破碎的表情 胡声地流着眼泪 所以 我才恨她 我要找到她 问问她 为什么 柳福一叹了口气 将有些醉烈的木窑 揽进怀里 安慰地拍着她的背 林淼淼想 这倒是原剧情里 不曾有够的内容了 灭了木家上下的那只大妖 原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 不想 却是白衣容 妙妙脑子里一团浆糊 不住地往肚子里灌着酒 沐瑶依偎着柳福一 望着桌上的空盘 发呆 曾经 在漆黑的屋子里 当她提着石鹅出现的时候 当温热的粥流进肚子里的时候 当她抱着自己夸张地豪哭的时候 把头上金贵的簪子发饰都捋下来 一股脑地往她发间簪 笑着说 小二代的时候 她的留恋与亲戚 那时候 她碍于少年人的自尊 没有说出来 可还没有等她长大 忽而就相隔着血海深仇 令人心惊胆战 也不能寐 卡在嗓子眼里的那一声娘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叫出口了 砰砰 烟花骤然密集起来 窗户外面闪烁着忽暗的光 一时间几乎能听得见 镇中心传来的热闹的人声鼎沸 吴方镇是吃喝玩乐的天堂 神们点燃焰火 狂欢至半夜 庆祝青春的到来 屋子里的气氛 在这样的热烈的映沉下 显得有些伤感 朱燕轻轻地摇曳着 几乎没有人发出声音 牧生靠在椅子上 看着牧羊无声地抖动的肩膀 想起了那个曾经怪诞的梦 梦里 她竟然灌白衣戎叫娘 轻如母子 多么地荒唐 太阳穴骤然尖锐地疼痛起来 少年脸色发白 屈指摁住了额角 惊鸾一般突如其拉的疼痛 许久才笑退 她靠着椅背 有些茫然地 转着指尖的收腰柄 无方正平静的外表下 似乎掩藏着恶毒的 惊涛骇浪 只要她掀开筛子 就会一股脑地涌出来 将她吞没 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她就有种非常强烈的不安感 与之相应的是 梦里慕容儿那张亲戚的脸 愈加地清醒 只可惜 在那些梦里 她都是恶毒的姿态 比白衣容还要恶毒 二姐 你还记得 她是什么时候 讨了爹爹的欢心吗 她端起酒杯 放在唇边一点一点的米 眸光暗沉 语气平静 沐瑶听到问话 直起腰 茫然地想了一会儿 是了 最开始的时候 父亲是不太喜欢白衣容的 他的势力与浅俗 与这个规矩严整 日子平淡的家 哥哥不入 可是到了后来 突然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变得如胶似漆起来 他不止一次见到 他挽着父亲回房间 两人有说有笑 白锦丽在一旁 默然地看着 语言又止 那个时期的白衣容 还是那张尖下巴的脸 狗子似的眼睛 浓妆艳抹 粗胸半漏 却平白地多了一种 高高在上的傲气 这种傲气 主要体现在 他绿色的眼睛里 觅着人的时候 喜欢侧着眼 眼尾的勾 便显得异常的妩媚 眼里含着疏离的笑意 笑意底下淡漠如冰 那段时间 他对自己的纠缠少了许多 大闹的次数也少了许多 也就是那个时候 沐淮江突然 开始正眼瞧这一房测试 将他抬得比正气还高 适日留脸 甚至有点 单于美色的意思 可是 怎么可能呢 沐瑶现在想来 依旧觉得颇为荒诞 白衣戎那样的性子 他宁愿相信父亲 被苏打几口眼 也不能相信 白衣戎能做那个 动摇他意志的人 我十四岁那一年 他皱着眉头 有些犹豫 有一次 他的房门没关紧 我从牢上经过 听见了 听见了爹 在他房间里 他从没有想过 在外人面前 微言刻板的父亲 会有那样梦朗的时候 通过那个窄窄的门缝 他隐约看见 白衣戎勾着他的脖子 挂在他身上 声音宛如鹰蹄 又酥又媚 真怪的 老爷 我叫蓉娘 蓉娘 嗯 他笑着 轻轻侧过头 望着门缝的方向 眼里含着嘲讽的笑 竟是一个 有些像挑衅的表情 那个瞬间 他的心脏 猛得漏跳一拍 以为自己的偷窥 被人发觉了 就手脚冰凉地跑开了 他抿着唇 他让爹 叫她蓉娘 从此以后 慕怀江宠爱她 就一言叫她蓉娘 白锦面前也不避讳 白衣戎得意的一段日子 由此便开始了 直到慕家 密门的那天晚上 慕声转着酒杯 低声道 酒 熊娘吗 他拿起酒杯 再满上一杯 心里不知 在想些什么 沉甸甸的烦乱 一只酒盏 忽儿伸到了眼前 令淼淼淼脸颊红红的 几字式的眼睛 看着她 有些脆了 声音软绵绵的 我也想要 她回头一望 才发觉 她听着他们 说话的一会儿功夫 无声无息地 把自己面前的那一壶 都喝干净了 还来要她的 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 抬手就会碰到她的衣精 女孩发间温柔的质子香气 混杂着烂漫的酒香 舍人心神荡漾 先前阴云般的那些思索 砰的一下 便全散了 她的睫毛 轻轻地动了一下 绕开她的手 镜子给自己倒 爱难住剧烈的心跳 说道 你 已经喝了一壶了 林淼淼的酒量算不上好 再进阳坡 一壶烧刀子 就能让她醉得 胡言乱语 再喝下去 得成什么样子 没有 没有够一壶 林淼淼口齿不清的便捷 右手扒住了她的手臂 半个身子 无意地靠在她身上 急切地有点委屈 差只一杯才醉 快帮我倒 我渴 她的呼吸 已经吹在她的颈侧 不行 她顿了顿 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将她的手臂 轻轻地放下去 不知道是在拦她 还是在克制自己 可 我去给你倒水 她端着酒壶不撒手 生怕她有可乘之机 刚起了身 一扭头 发现柳福音 直接拿过自己的酒壶 伸过去 豪迈地给她针上了 倒什么水 大过年的 喝酒 沐声咬着后槽牙 柳公子 嘿 谢谢柳大哥 还没等她 劈手来读 林淼淼就笑着 一饮而尽 随后 她还不焰足 飞快地抓紧 她放在桌上的杯子 跟着灌了下去 还一由未尽地舔了舔 她的杯子边缘 像只贪食的猫 随后 她心满意足地 将两只空荡荡的酒杯 捏在手上玩 一会儿平碰一下 一会儿背口相抵 似乎是没有察觉到 少年正双眼发红地盯着她 像是野兽盯进了活蹦乱跳的白兔 她还捏着那两只杯子 抬起眼 追她傻乎乎地笑 新年快乐呀 紫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102集 这天晚上 妙妙是被木生抱回房间的 不是普通的蓝妖宝 由于她脆了之后 紧紧搂着木瑶的脖子不放 她将它以拔萝卜的姿态 抱起来之后 林妙妙就是横坐在她的手臂上 双手交叠地搂着她 趴在她的肩头 任她拖了回去 只露出一双 委委屈屈的眼睛 木生的心思一直在飘 路走得有些刻板 林妙妙在耳边哼哼唧唧 反反复复地念叨 嗯 紫妙 你喜 喜欢我吧 你喜欢我吧 喜欢 她艰难地腾出一只手来 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背 迈进了房间 别喜欢木姐姐了 你喜欢我吧 喜欢我 性子眼里浑浑顿顿 额发都被汗水打湿了 看起来特别可怜 揪着她的袖子不放 重复了一遍 嗯 嗯 别喜欢木姐姐了 她这才明白 她这一路上不是在问她 是在请求她 只是 她的脑子 莫不是还停留在 上次喝酒的时候 一进门 木生便将她抱在桌上 妙妙坐在桌子沿 眉骨头似的东倒西歪 她伸手一扶 将她支撑起来 服侍着她的脸 许久 才小心翼翼地 帮她理了理 额头上凌乱的头发 说道 已经成婚了 她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温柔地说过话 已经成婚了 妙妙 啊 她愣愣地看着她 拖出个长长的鼻音 似乎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成婚了 嗯 她顺势坐在了椅子上 牵起她的手背亲吻 不禁意泄露了 眸中浓郁的黑 后悔 也晚了 你今生 都是我的人了 林妙妙呆滞地看着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是抽回了手 反手一抓 紧紧地抓住了她的领子 往自己这边扯 力道很大 不知道人从侧面看 还以为她要跟人打架呢 四目相对 牧生一动不动地任她扯着 林妙妙望着她 辨认了半嗓 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唉 太好了 她的眸子动了动 露出了一点满意的笑意 我等你 很久了 说完这句话后 她放开手 进入了田径的入定状态 微笑着放空了 目声一睁 玄机击近了她 眼里含着一点复杂的光 懂谁 妙妙拧起眉 苦大愁深地盯着她 她的喉结动了动 伸手搬住她的双肩 将软绵绵的人 放倒在了桌上 双手撑着桌子 将她挟置在 她空出的空间里 然后 她凑近了她的脸 睫毛下的双眸漆黑 懂谁 妙妙伸手 烦躁地推了推 她从脸侧 滑落下来的马尾 头发被她推得 一晃一晃 发烧扫在她脸上 她偏头躲了躲 随意打 你呀 我 嗯 她很骄傲地点了下巴 指着她的鼻子 笑得花枝乱颤 黑莲花呀 就是你 她露出一个神秘 而狡黠的笑容 似乎因为 有什么她不知道的秘密 而洋洋得意 病发有些散了 碎发乱飞 像只毛茸茸的兔子 她双眸痴产 神色变得无辜起来 省不住地用嘴唇 轻碰她的脸颊 为什么 她伸出细细的手指头 先点她的脸 眼睛一干 像 小白脸 玄技又戳戳她的胸口 像是小蛇在她怀里 轻轻柔柔地钻 心子是黑的 她戳了戳 又改成了柔 好像心口疼的人 用力疏解疼痛一样 用力地摸缩 她胸前的衣服 摸着掌心和眼眶 都热乎乎地 闹起来了 嗯 黑到底吗 也逞英雄 吃的一声 她的话猛然停了 挣扎着身头一看 少年捶着两排柔润的睫毛 逆着她过年的新衣服 群聚由下而上 撕纸似的 一点点地撕开了 樱红的裙子推上去 拧纸般的腿 压在漆黑的栏木桌上 一阵的沁凉 室内花叶摇动 窗外鞭炮烟花不歇 直到三更 子叶 工程内外 红灯笼似火 公宴开到了半夜里 工筹敲错 似乎集中了 整个工程里 全部的热闹 凤阳宫内 一片压抑的寂静 黑暗里 只点了一盏灯 印在无数双 漆迹的眼睛里 是昏暗中的 一点摇曳的橙红 灯旁协作的女人 红色的裙摆 夜地 懒洋洋地 半靠在美人踏上 悲光照在她的下巴上 肌肤显出 冷而眠的质感 齿间挂着一张 薄如蝉翼的面具 从盒子里拎了出来 跪成一排的方式 眼巴巴地 看着最前头跪直的人 手里打开的盒子 莫感言语 临近年关 天子忙着处理 暗头积压的折子 好多天 没顾得上后宫的旨意 青天剑 就彻底成了端阳的殿下 就连过年 这种喜庆的日子里 地基也闭门不出 醉心于是面具 因为没能让地基满意 十天里 他已经秘密地 仗毙了五个人 青天剑养得闲人虽多 但也经不住 他这般的搓谋 何况 他们已经打心里认定 地基 已经彻底地疯了 那张娇艳如画的面孔 在他们眼中看来 反如噩梦 戴上了面具 地基的食指 慢慢地抚平 耳侧的折皱 旁若无人地 抚摸着这张 全然不同的脸 发出了满意的溃答 眼前的镜子 忽然轻轻地颤抖起来 他抬起头 发现是长着镜子的 瘦削的大宫女的手 在颤抖 佩云 他轻轻起唇 注视着他不自然 眨动的眼睛 笑道 你说 像吗 佩云先前病过一次 像是被什么人 吸干了惊奇一样 瘦得只剩下骨架子 两只眼睛显得异常地大 恍然地看着地基 回殿下 笑 他饶有欣慰地站起来 抬起了佩云的下巴 看着他颤抖的嘴唇 一模一样 一模 一样 奴婢 几乎分辨不出 他磕磕绊绊地回应 现在的地基 让他无端地 有些害怕 很好 地基转过脸来 琉璃丝的绿色瞳孔 映着一点光 竟然含着一丝的笑意 这样愉悦的表情 出现在这张冷清的脸上 显得有些肥和 几个方式面面相取 拐决地以头枪地 齐声道 恭喜地基 恭喜什么呢 几个人心里叫苦不爹地想 趴在地上 只能看见他拖到地上的裙摆 像是密不透风地 盖在人的心上 更衣 背马 端阳脸了笑容 飞快地朝那一天走 地基 地基 去哪里呀 佩云拉住他 许久才敢劝出声 今日 是除夕之夜 您没去参加公宴 一会儿 陛下 肯定会来问的 端阳停住了脚步 回首看着他伸出的手臂 目光又转到了浮跪在地上 不敢起来的几个方式的身上 喜怒莫变 对了 对了 差点忘记一件事 半嗓 他缓缓地笑了 诸位爱卿 辛苦了 招招手 凤阳宫的侍卫 围笼上来 方式们只听见耳边 银甲碰撞 擦擦作响 阴影笼罩了头顶 他们慢慢地抬头 只看到他微笑的红唇 一开一合 黄泉路上 测个倍儿吧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窗外红叶如火 叶片上挂着青霜 鸟儿的周灸 都似带着回声一样 柳福一起了个清早 和迎面走出房间的沐瑶 打了个招呼 福一 这么早去哪儿 沐瑶有些诧异 唉 去镇上买个新的竹筛 柳福一叹气 边整袖子边倒 我们的竹筛 让妙妙包走了 扣过鸟的 想来也不能用了 沐瑶想起那个画面 忍俊不禁 卷起手指抵住了嘴 维持住了面上的平静 妙儿 一起去吧 柳福一望着他笑 自然地伸出了手 道 他们还没起呢 指望不少 沐瑶的脸有些红 明知道没有人 还是坐随心虚似的 左右顾盼了两下 随即 飞快地将手搭在他的手上 柳福一轻倦的面孔上 浮出了一个笑 握住他的手紧了紧 牵着他出了门 在过年 镇子上的手工小铺 关了大半 只剩一家 还开着 没什么生意 老板娘有些心不在焉的 趴在柜台 有一搭没一搭的编竹框 就连柳福一 弯腰拿起地上摆的竹筛 挑选时 他都没有抬眼 给你看看 柳福一说着 把竹筛递给他 语气很轻 像是小孩看到了好东西 在给同伴炫耀 沐瑶摇摇头 随即不好意思地道 我 我也不会挑 柳福一笑了一声 放了回去 都是圆的 没什么挑的 店铺只有两三个开间 很逼扎 前面是柜台 后面拿屏风 简陋地挡了一下 便是卧室 男人抱着几个小孩 经过的影子 偶尔会闪现出来 墨瑶环顾四周 摆设都极其地沉就 屋顶破了几个洞 下面摆着接雨水的缸子 想来 是家境实在地潦倒 新年也不得休息 柳福一也看出了这一点 挑好了竹框 付钱时多给了一块碎银 温和地笑道 唉 多亏店家开着 否则不知道 要去哪里买猪筛了 老板娘 展开一个惊喜的笑容 连连地道歉 娘 一个小男孩 绕过了屏风 光着脚 搭搭地跑到了柜台前 怀里抱着个打开的盒子 我可以从里面拿点钱吗 木头盒子里装着些小玩意儿 底层是碎银 还有几颗珍珠 大约是贵人一路下的衣服的坠珠 一路跑过来 哗啦啦地坐下 盒子里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显然是极珍贵的 老板娘的脸色 刹那间变了 抢过盒子宝贝 抱在了怀里 赤道 做死哟 谁让你拿着他乱跑 他骂了孩子几句 伸手欲扣上盒子 木瑶无意中低头一瞥 转身欲走的脚步 煞时顿住了 怎么了 柳福一一回头 就看见她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盒子 脸色有些发白 小二 木瑶几步走过去 有些失态地 看着竖着贴在盒子边上的一张纸 黄纸只露个脚 脚上画了个 有些褪色的复杂的图腾 柳福一顺着她的目光 看了半场 反应过来 那个图案 她伸出手指着盒子 那个 我可以看看吗 老板娘望着她 狐疑地将那张牛皮纸抽了出来 原来是有厚度的 是个信封 信封显得有些年头了 边角黄而翠 透着光 好似干枯的落叶 木瑶的眼睛紧紧地盯着 信封上画的图腾 这是 无穆家的符号 啊 老板娘眯起眼睛 似乎是想了半场 你 姓木吗 木瑶抬起头 急切地等 我是木家 我是木家现在的家主 我叫木瑶 不 老板娘摇摇头 不认得你 她费力地想了半天 这封信 是让人退回来的 大概是六七年前 有一个姓白的外乡女人 长得很漂亮 她比划着 她在这里 转了好几天 似乎是在 找什么人 她听说 我家男人 在码头做工 可以托人带信 就在我这里 写了两封 一封 是送给新木的 一封 送给 哦 姓白的 大概是娘家 姓白的这个 她指着信 没送出去 送信的人 又给退回来了 退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走了 我本想打开看看 可是打不开 便就一直留着了 信上的木家标志 既是震慑 也是封印 印住了信封 内容绝密 不可为外人所知 六七年前 岂不就是 灭门的前夕 白锦 白锦竟然在那个时候 来过无方阵 木瑶张了张嘴 嗓音干涩 白锦 是我母亲 她伸出手 她伸出手 可以 可以给我看看吗 她的指尖印在信封上 悲光一闪 那个符号便消失了 木瑶和柳福一对视眼 颤抖着手 抽出了信指 父母大人亲戚 女白锦 至无方针 愿女未有踪迹 四季进来家中之便 平感不安 怕与怨泥相关 乃早年 种下之因果 树秋以来 渴雪严重 恐 时日无多 刘信 与父母兄长 一倍不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103集 面前一只 夸张漏斗形状的扁海碗 碗里是刚出锅的汤面 热气腾腾 应运了男人的眉眼 长安酒肆 人声鼎沸 雕窗里露出几缕 暖黄的日光 鞋打在 凹凸不平的桌面上 沐淮江 埋头吃面 在争气中 不声不响地 解决掉一碗 抬起那双 淋漓的眼 说道 阿锦 在吃些 白锦只吃了几根 便没了胃口 轻声道 我吃饱了 腰上挂着的两只 黄铜铃铛 躁动着响着 从刚一坐下就叮铃铃地想到了现在 只是埋没在大厅的人声鼎沸中不太明显 女人伸手压住颤动的铃铛 眉宇欲结 沐淮江抬眼一瞥 又是西边 轻衣侯府 两人沉默了半上 沐淮江将筷子拍在了腕颜上 沉吟道 他 二人是从吴方镇一路追到了长安 小镇上的秦楼厨管 被一把火焚烧干净 死人的焦臭味数十天飘散不去 死的还有一支燕 废墟里妖气冲天 整个镇子上方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紫云 简直像是点着了的烽火台 将有点名望的捉妖人都引到了这里 大妖内斗是他们自己的事 可若大面积牵涉到的无辜凡人 就必须要有捉妖人出手主持正义了 牧师夫妇强强联手 自然拔得头丑 因有法器镇魂灵的提示 顺着那稀薄的几乎没有的妖气 最先一步追上了长安 可能 白锦低垂眉眼 细数的手指沾了点茶水 在桌上描画 花折 宫中方氏 青衣猴 她直直地看着桌上的水字 吐了口气 按两人最初的估计 这大妖杀红了眼 恐怕惹得长安城内大乱 然而现在看来 此妖并非漫无目的 乱得只不过是青天剑 和青衣猴府而已 青衣猴远离正式已有两年 妇人是京中的贵女 贤良淑德 但亦子亦女 本是令人倾献的权贵家庭 只是入秋以来 先是猴夫人 寿星坠马 昏迷不醒 小女孩凭空走失 满城难逆 男孩莫名其妙 蹊跷流血 大夫枕脉 竟说是中了妖气 一桩两桩 还能说是人为 四五件事同时赶巧 自有敏锐的道士 察觉到了妖气 前来鬼话符 留了桃母剑 青衣猴是金上宠妃 肇事包地 地位非比寻常 青天剑的方式 知道她招了妖 一股脑地涌来做法 各种阵邪之物 几乎将青衣猴 围成了一只铁筒 青衣猴自是不高兴的 她要的是永绝后患 而非被动的防御 可是弃而之时 已令她焦头烂额 整日忙着 给中毒濒死的小儿子 找名医诊治 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妖 就像是怨鬼 又或是凶猛的瘟疫 就此传染到了 宫中方式群组里 每隔一日 就有一个方式患疫病 被隔离出去 青天剑一时 人心惶惶 青天剑不识前因后果 我们却是知道的 白锦慢慢地擦去桌上的水渍 此妖以吴方镇为起点 就是直奔宫中权跪去的 听闻吴方镇曾有一个 貌美惊人的女子 生死之际被丈夫抛弃 随后消失 我们那日去 又听说花哲里 有一女名荣娘 美轮美奂 白锦的眉头微粗 嗯 沐淮江抬起头 眼瞼一盖 我同你想的一样 青衣侯六七年前 在吴方镇待过数年 赵飞多有隐瞒 也难保 他不会在那里 另有欺世 沐淮江语调很平 几乎不带任何情绪 他从怀里掏出些银两 搁在了桌上 背叛 情伤 报复 他笑了笑 志在必得 熟娘 白锦眼中 愁绪浓重 想必 是赵太妃派遣 宫中方氏 去吴方镇 强拆了青衣侯 喝着荣扬 哼 此作聪明 沐淮江脸眉 面上流露出 一丝亲密之色 蠢货 人妖相恋不过一生 说到底 只耽搁这一个人 肖的爱 神能承受得起 肖的暴怒 与怨恨呢 又要拉上多少 其他人做陪 这赵太妃 未免自食果高了 二人一阵无言 沐淮江忽然抬眼 指尖敲了敲桌子 私存道 放火 下毒 恐吓 你说 此妖为什么 总也不出手 按郑魂灵的反馈 他确实妖气吸薄 恐怕 不是故意不出手 而是他不能 白锦摸着腰间 震颤的两只领导 真是弱到了 此种程度 只好将人阴毒的那一套 学了个遍 看似神龙不见首尾 其实 不过是躲在阴处 届是 与他们捉迷藏罢了 我总觉得 此事 没那么简单 沐淮江沉吟 阿锦 你说 女子被丈夫抛弃 傅新郎已另娶 最恨的 应是谁 应该是 这个傅新之人吧 白锦有些 不太确定的答 毕竟 再娶的心腹 也是无辜的人 沐淮江无畏地笑了笑 哼 那你说 他怎么还不懂 青衣喉 难道 是仍念旧情 不可能 男人打断 若是真念旧情 就不可能毒杀 他的儿子 弄丢他的女儿 他敲桌子的手 微微一顿 他是在 等 等 等待时机 一击必上 白锦神情一领 浑身上下的寒毛 都竖了起来 对了 青衣喉从外求要回来 五十前后要入城门 若他在青衣喉府 沐淮江寒手 站了起来 走 我们这边 去会他一会 青衣喉乘七箱车 过安顶门 内奸赵丽在前头 以尖细的嗓音开道 不喊还好 青衣喉三次一出 城门的百姓 便如潮水一般涌来 将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断后的车队举步为间 一只细瘦的手 打了帘子 露出了白锦 幽雏的脸 怎么这么多人 放眼望去 只能看见七箱车上 支起的轩棚 坠下的流苏左右摇摆 车一次只能走半步 几乎是在原地摇晃 白锦坐立难安 将衣服脚都抓皱了 环境实在是杂乱喧闹 即使是青衣喉 死在密闭的车里 一时也不会有人发觉 多停留一分 就是给那妖物一分的 可乘之机 慕怀江略意沉吟 按住了腰间的法器 不等了 过去 阳光曾他掠过的跑脚溜走 余光瞥见 侧头几个赖头小乞丐 凑成一堆 穿着变不清颜色的脏衣服 对着地上 喝了口的碗 烫咸水 用脏兮兮的手 争抢吃食 他们才不管 来的是什么权贵 看都懒得看一眼 慕怀江的神色繁卫 眼角画过一点青面 这倒是真的 不慕荣华 白锦停在 宣厂的车下方 衣媚联动 除神地望着 那起而争实 紧皱眉头 熟娘当时 有个孩子的吧 算算年龄 几年 也该七岁了 哼 身旁男人笑了一声 不以为意 那崽子 咔哒 车内一声轻响 什么东西撞在了车轮上 咕噜噜地 从划紧的帘子里 滚了下去 摔在了地上 折射出 刺目的日光 一只戴帽皮羞 两人对视一眼 猛地飞身而上 掀开了帘子 车内诡异的香气 扑面而来 却不是一个女子身形 而是一个 六七岁大的小儿 赤字脚 双腿悬空地 坐在桌板上 黑发披散 眼睛是空明明的黑 倒映出两点红光 杀意四孽 红光硬的整个车厢 仿佛沐浴在火光中 震魂灵猛地大作 纸牵得白紧的一角 上下地摇动起来 女人瞪大了眼睛 这是 沐怀江钻进车厢 法器快速出手 撞在那男孩的胸膛上 她毕竟年幼 被打飞了出去 攻击猛然截断了 青衣猴双手捂着脖颈 惨白着脸咳嗽起来 半个身子趴在桌上 黑发披散了整个桌面 沐怀江一拎 直接将那凶兽式的男孩 双手反茧压在了地上 她就像是被扔上蹭的鱼 仍然在拼命地挣扎 只是红光已消 她的力道 就像是瘦弱的小猫 一用力就能摁断 她的脊柱骨 白紧的冷汗沾尸后背 和沐怀江对视一眼 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差异 能让郑魂林如此躁动 除非天生地长之大腰 但眼前这个小东西 显然不是 半腰 白紧干裂的嘴唇 做了一个口型 沐怀江脸色一沉 什么东西戴下的半腰 能有如此可怖之力 媚女 她喃喃冷笑起来 哼 是媚女 旋来如此 本就不是什么角落的鼠辈 而是因为 戴下这个小崽子的缘故 如若当初 那个报信的方式没有死透 她甚至想将其挖出来 补上一刀 媚女与怨女同体而生 岂是捉妖人轻易惹得了的 那是永夜之余黑暗 无孔不入 摆脱不了的黑色梦魇 她低头看着那浮在地上的小儿 浓密的黑发 头上似乎倒映出了矿石般的冷光 脸色略微好力一些 我当她有什么样的杀招 原来 这就是她的底牌 这个小的 就是她放飞的风筝 送出的棋子 全凭她吊钱 是她手握的快刀利刃 关键时刻 就挡在她前面 现在 不就替她挡了一难吗 好在 猛兽疏于年幼 男孩的细细的手指 在地上惊弯的卷起 指甲的形状圆润 白锦回头望了一眼 情魂否定的青衣猴 顿了顿 神色复杂 我们是一路 追随妖气而来 殿下受惊了 无碍 多谢二位出手相救 青衣猴松了松脸子 脱力地靠着车厢 厌恶地 看了看地上的小小一团 语气淡漠 既是如此 还等什么 何不将这妖物杀了 白锦瞪大了眼睛 便解 殿下 这个不同 怎么不同 她狭长的眼 波澜不清 睫毛半合下来 杀了便是 省得再出来作祟 您真的不认得吗 白锦醋眉 这是您的苦血 地上的小儿猛地一颤 挣扎着抬起头来 秋水般的一双 又大又亮的眸 骤然间撞入了她的眼 眼尾上条 倒映着炼焰湖光的 美丽的眼睛 太阳穴钻心地一通 她猛地扶住额头 一阵地眼冒金星 胡言乱语 本侯一生最厌恶妖物 怎么会跟她 有半分联系 白锦和沐淮江对视一眼 心下寒凉 忘忧咒 对普通人下忘忧咒 强行篡改记忆 当真兵行险招 一旦记忆翻回 一命呜呼 也不是没有可能 她还要再变 沐淮江扯了扯 她的衣角 说道 殿下恕罪 这个孩子 不能杀 若是杀了 荣娘的力量 回归本体 那才是噩梦 那边一交亲天见 她说着便扬手 来人 也不可 白锦脱口而出 为何 青衣侯神色不悦 尤其是白锦方才 泼了她一桶脏水 她的语气 愈加得咄咄逼人 你们捉妖人 难道不是 以除魔未盗自居吗 她差点便要了 本侯的命 难不成 还要破例寻思 白锦的神色 微微一动 从怀里拿出一块玉牌 不顾沐淮江阻拦的神色 将玉牌递了上去 殿下 我愿与沐家玉牌 为交换 请您同意 我们将她带回沐家处理 青衣侯神色淡淡 不太明白 她的意见 为什么举足轻重 但她釜底线下 被妖魔缠绕 确实需要这块玉牌 她整了整衣袖 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那便带走 老爷 老爷 白锦追上去 她抱着瘦弱的男孩 走得气喘吁吁 孩子蓝绿的衣裳前后 都贴满了定身符 像一只刚被抓住的刺猬 瞪着一双怨恨的眼睛 眼中满是寝庭 沐淮江走得飞快 神色淡漠 升到地牢里关起来 说她还要这张底牌 订婚上门来就 届时 你与我 设七沙阵等她 将她歼灭 我刚瞧过了 老爷 白锦打断她 额头上一层 细细密密的汗水 眼里泛着 微弱的 稀济的光 至阴之体 沐淮江站定了 她明白了她的意思 微微地侧过头 你是 会了摇耳 这个承载了 全家希望的女孩 偏偏有个 妖魔际遇的壳子 意外结束 防不胜防 就像是一只 细弱的豆苗 还没有长大 就被虫给啃坏了 难怪她刚才 不惜耗费 一块玉牌 也要将人带走 你我护不住 摇耳一辈子 她犹豫了一下 对上那双 带着杀气的 漆黑毛子 仍然感觉到 有些本能的抵触 那也不行 谁会将一只老虎 当小猫养 不畏杨虎成患 只是想当沐瑶 因是力道 见机行事 不是老爷教我的吗 白锦的双眸几两 只要他不死 愿你便无可奈何 这张底牌 捏在我们手上 为我们所用 难道不够好吗 沐槐将捏住 孩子的下巴 他的眸中泛着冷硬 忘忧咒一下 他一辈子 都是摇耳的死士 白锦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 他轻轻地将冰狼的手 搭在他雪白的额头上 他的头枕在他胸口 绣得这女人身上 飘出的淡淡的药香 那样温柔地被抱着 他黑润眸中的沙椅 便像浪潮般消逆于无形 露出一点小动物似的天真茫然 我叫沐双 他开了口 是摇琴般的声音 永夜为墓 离歌为生 灌母之情 生儿代表了全部的离别和怨怼 真是巧呢 白锦苦笑着 生显温柔 我们家也姓沐 从今往后 就叫沐生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白雨摘雕工 主播暖阳 第一百零四集 旧恨心仇 叽叽 挂起来的笼子 左摇右摆 鸟儿扑着翅膀 扑隆隆地从横杆上落下 歪头望着空空如也的石草 脑袋转来转去 厉豆大的黑眼睛里 充满了疑惑 天边刚刚泛起了余肚白 林淼淼隐约听见 这细微的声音 挣扎着爬起来 眯着眼睛 坐在了床上 依靠强烈的 责任心的支持 在寒冷的冬日清晨 掐了自己的虎口 清醒了一会儿之后 他轻手轻脚地 爬向床边 准备跨过床上的人 下去抓骨子 怎么了 说最后小萃 hue 少年扭頭望着他 眼中含着柔润的水色 喂鸟 妙淼披上外衣 脸上睡得红薄薄的 还挣腾着热气 低声道 你看 他都叫了 等了半天 不见有人动作 他推推他 笑了 让一让 沐生没有放他过去的意思 宁某望着他 睡吧 一会儿我来喂 信你才有鬼呢 林妙妙低头 冲他做了个鬼脸 系好了衣裳 手脚并用地跨过了他 沐生柔顺地平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乖乖地放他跨了一条腿之后 猝不及防地伸手 牢牢地孤住了他的腰 被迫骑在他身上的妙妙 无语了 你让我过去 林妙妙跪在床上 拿手支撑在他的身侧 被这个进退尾骨的动作 牵拉的大腿跟头 右手拍着他放在腰上的手背 沐生抓着他不放 一本正经地说着别的事 昨天手碎了 哦 林妙妙眨眨不着一双 茫然的性子眼 反映了半天才反映过来 她的意思是 昨天熬了夜 今天理应多睡一会儿 倒是会讲歪理 你睡你的 她把她的手臂往下拉 真诚地保证 我也不起 我喂完就回来睡喉咙叫 她不言语 就那样一双含着水色的眼睛 望着她 真的 林妙妙被她盯得 额头上冒着薄汗 挫败地看了她半天 那 那你让我回去 不喂就不喂 回去躺着总该行了吧 她膝盖都痛了 累不累 她感觉到 她孤着她腰的手往下压 母生的眼眸乌黑 睫毛动了动 满脸无辜地将她望着 轻轻地吐字 坐 她顽强地坚守真谛 手脚并用地往外逃 不行不行 那个 我很沉的 她的睫毛飞快地眨动起来 满脸严肃地恐吓 真的 会把你的肚子压扁的 飞速地掰着她的手 不慎在她手背上 都挠出了几个浅浅的白印子 快 让我下去 她的手抱着她 像是推音量开关一样 轻巧地抓住了她 往后压了一点 再向下压 不会 不信 你试试 妙妙笑是踩了激光的猫 瞬间炸了毛 叽叽 鸟儿蹦到了两下 发现自己的叫喊 徒劳无功 便蔫蔫地缩散了角落 悲伤地用会 梳理起自己的羽毛 林妙妙放起挣扎 破罐子破摔地坐在了她身上 抓着她的一片衣角扯了扯 像是抓着套马的缰绳 年轻人 你怎么就不文鸡起舞练扫功呢 她瞅着她 语气沉痛 你再这样 大好的光阴 都荒废了 睫毛的毛子都半合起来 吹下纤长的睫毛 手有一搭没一搭着 扶摸着她的腰侧 甜甜嘴唇 看上去惬意得很 叮 叮 叮 久违的系统提示 集中出现在脑海 急促的提示音 一声盖过了一声 轰鸣的鱼音 还在太阳穴内震撒 妙妙已经很久 没有收到通知了 再听见机械的系统声音 恍若隔世 系统提示 任务一 四分之四进度现在开始 请宿主做好准备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被攻了角色沐生 好感度已达到99% 已到达胜利前夕 请再接再厉 系统提示 触发任务二 优秀任务奖励激励 奖励内容 钥匙 请宿主尽快使用 提示完毕 重叠在一起的声音过后 一切重归风平浪静 依旧是冷嗖嗖的冬日早晨 半锤的杖子围拢出一方 安全封闭的空间 安稳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林妙妙半天 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感觉自己 下意识握紧的手里 多了一个硬质的东西 探开手掌一看 一枚小小的 不规则的厚玻璃片 将她的蜿蜒的掌纹 放大了 系统 给错了吧 妙妙站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 钥匙 不是回忆碎片吗 没有得到回应 她叹了口气 小心地逆了一眼 闭着眼睛的黑莲花做起 拢起手掌 准备将她 轻手轻脚地放进怀里 那小巧光滑的玻璃片 就在她翻过手掌的一瞬间 不慎从她手里滑了出去 妙妙倒吸一口冷气 伸手在虚空里捞了一把 没能抓住 她瞪大眼睛搜寻 本该掉在床上的回忆碎片 就好像掉进海里的一滴水 瞬间消逆于无形 她僵坐着 脑子里空白了两三秒 迅速地在被褥间摸索起来 摸过了两侧 摸到了木生身上 手腕冷不丁地 被她反手一抓 紧紧地攥住了 少年的眸子里 带了一点舒适的迷离 像是刚被顺毛的猫 她一把搂着她的腰 另一手将妙妙的手 拉到唇边亲吻 极尽缠绵 林妙妙坐立难安 不是 我找东西 她顿了顿 终于一清身子 放她从腰上下去 找什么 你别动 妙妙急忙伸手 按住了她的肩膀 你躺好 小心扎着你 她用胳膊粗鲁地 挽了一下 滑下来的头发丝 瞪着眼睛看着床 刚才那块碎片 好像一只滑溜溜的 小鱼一样 钻了出去 难道 回忆碎片掉了 就像落地的露水 直接消失了 她感觉到 额头上出了一层汗 手从两侧拍打过来 直摸到她的身上 陌生乖巧地 一动不动 她像搜身的安检员一样 飞速地摸过了 她的衣服 等一下 她的手僵住了 慢慢地摸回了 她的胸膛 又伸手压了呀 头皮发麻 浑身的血液 煞之倒流 陌生感觉到 她的手突然间 急切地从领子里 钻进去 指尖上还带着 冰凉的冷汗 摸在了她的胸膛 冰凉光滑 像是摸到了 无生命的一块碗水一样 林淼淼的指尖 触到镜面般的 表面的瞬间 感觉到 是被盖在旗下的 隐隐的心跳 像是冰封中的 微弱的火焰 倩 倩进身体里了 她感觉自己 好像被瞬间 冻成了一座冰雕 牙齿都在打颤 你有感觉吗 她的声音有些异样 沐生抬头一看 发现女孩的脸色 灰白灰白的 心中也跟着吓了一跳 怎么了 她的手附在她胸口 带了点哭腔 你 没有感觉吗 什么 她伸手去握她的手 碰到她的一瞬间 天地骤然 退了颜色 眼前的世界 仿佛被牵拉变形 破开了一个大口子 玄机 碎成了片片的雪花 雪花飘落下来 向流星 脱了长长的尾巴 极缓慢地 渐变成透明的雨 雨丝纤细 狭长 斜斜地支着 撑开的纸伞上 会有点点的红霉 被雨水印韵开来 伞面是淡淡的粉 从半空中看 像一朵开在山岗上的花 这朵花沿着幽黑 蜿蜒的山路 慢慢地移动 握伞的手 苍白纤细 食指的单口红的逼人 像是雪白肌肤上的几滴鲜血 她的步子很稳 却透露着急切 静止踩过了几个水坑 裙摆都被溅起的泥水沾湿了 高河在侧 她沿着河水的支流走 水面上印出她的一点倒影 红裙 苍白的下河 和斜出的散骨 无数小小的水花 将她的影子拆解扭曲 又迅速重聚在一起 仿佛被地上的风拖住了脚步似的 她走得越来越慢 呼吸越来越重 终于 她驻足在河岸边 在长满青苔的大石上 缓慢地坐了下来 倾头往河水中看 倒影出的女人的脸 被水花打得模糊不清 似乎含着恶毒的笑意 哼 自以为是 她低眸看着她 自嘲地一笑 不做他眼 倒影中的她又开口了 急笑着 仿佛那不是虚幻的倒影 而是被困在水中的 活的魂灵 真可怜 你也不过 撑着一尸片刻 雨势 雪发得大了 水面上溅起了一层 细密的白雾 雨水顺着伞 汇成小溪 哗啦啦地 浇在了石头上 她额头的头发 都被沾湿了 贴在白皙的脸侧 她鲜鲜的食指 扣住旁边的大石 勉强支撑着自己起身 手指几乎因为用力而变形 放我走 水中的影子 在漩涡中 几乎看不清面目 我巴不得她死 她轻笑一声 静静地盯着水面 似乎含着一点嘲笑 握着伞的手 轻轻抖着 半嗓 她才开口 你活着一天 她们就不可能 让她死 再次撑起了身体 语气是柔的 却含着 孤注一掷的意味 所以啊 你和我 都必须试一试 二夫人 别等了 老姨不来了 丫鬟两手 闭上门 忐忑地拖了半天 才回过头来 辱孽道 老爷和夫人 这两日都忙 白衣戎的笑容 退了下去 我在手里的梳子 当郎一声 砸在了镜子上 镜面颤动起来 镜中人的红唇 刻薄地翘起 忙 一年到头都忙 二夫人 您别担心 丫鬟小心地 逆着她 还有 还有大小姐呢 白衣戎冷笑一声 大小姐 你懂什么 她满眼复杂着 看着镜中人 轻轻地拍了两下 自己的脸 你以为 我靠什么留到现在 还不是因为姚儿 手指烦躁地 拨弄着妆脸 姚儿毕竟是个女孩 姐姐生不出 老爷到底 还是靠我 生了一个代伴的 我努力了这些年 多少苦要偏方 都吃下去了 现在倒好 她邪逆着丫鬟 恨恨地道 他们在外头 捡了个现成的 往后这个家里 还有我的地位吗 她说着 飞快地站起身来 踢开凳子 急急地往出走 二夫人去哪儿 去看看那个小崽子 究竟是个什么宝贝 引得老爷 做了大善人 自己的孩子不要 偏帮别人养孩子 丫鬟赶忙几步 跟上了她 拉住了她的手臂 听说 老爷和夫人 也不怎么喜欢她的 不喜欢 不喜欢 还让她姓慕 还让姚二 叫她弟弟 两人拉拉扯扯地 到了汉淡堂的门口 便被门口 守着的家丁挡住了 二夫人 老爷吩咐了 不能进去 凭什么不让进 她伸着脖子往里看 错觉间听见里头 传来了好几个人的轻叫 打量四周 本来格局通透的汗淡堂 窗户上都贴上了黑纸 把里面封成了一间 黑乎乎的暗室 越发显得神秘而古怪 二夫人 她压低声音 似乎有些为难地 与她打商量 里面这个 更是了妄忧咒 她顿了一顿 出了 出了点问题 您应付不了 还请回吧 白义戎 瞅了一眼 封住的窗户 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 走到一半 摇缓一惊 眼看着她拐了个弯 从竹林演绎的小道 绕回了汉淡堂的后门 二夫人 别吵 她拨开树丛 接近了连通室内的一扇矮窗 我偏要看看 那个小崽子 正什么模样 二夫人 二夫人 她不顾及地跳脚的丫鬟 将外面贴住的 浸了黑末和铜油的纸 轻轻地撕开了一个脚 凑了上去 屋里是有光的 暗红色的光 萦绕满市 家具上 仿佛被泼了 一大桶的狗血 妖艳诡异 一缕阳光 正巧透过掀起的那个脚 照了进去 骤然照亮了 角落里的一张脸 树眼是乌漆的一双眸 眼尾上挑的一个 小小的弧度 闪着诱人的烟红 眸中仿佛流动着水光 这样一双眼睛 坠在雪白的小脸上 仿佛一对宝石 她只穿了一件 有些宽大的单衣 衣袖以漆黑的长发 被风鼓吹起来 仿佛要成风飞去 她没有笑 茫然而空洞地看过来 眼底满含着危险的力气 红光从她背后发出 眸中也映着一点 鬼艳的红 她捏紧了拳头 指甲牵近了掌心 这惊心动魄的美丽 使她倒退两步 危机感达到了顶峰 都说儿笑某 生出这般孩子的女人 得美成什么模样 她当真是沐槐江 随便捡的 指甲 门开了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进来 抬了什么出去 那男孩 漠然地坐在桌子上 无声地望着阳光的方向 似乎对外界没有反应 幕府的总管室和下人们 窃窃查查地低语 第几个了 死第三个了 怎么 老爷和夫人还待在密室 是啊 我们指着您想办法呢 过那里是没人干来送饭的 往后将饭放在门口 不得与她多接触 往常也不是没有过下咒的人 那人稀奇的 怎么里面这个 就变成了这样 还有 她的头发 光影晃动 她似乎比划起来 冷不丁就长到腰了 身上还发着光 快吓人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白羽摘雕公》 《白羽摘雕公》 主播 暖阳 第105集 管师望了一眼背对着她的那个身影 顿了一下 往后 你每天来盯着 她的头发若是再长长 速来抱我 为什么 管师叹了口气 唉 小时候听老一辈的桌药人说 大腰之力多许于发 腰里越深的 头发越长 不知是不是这个道理 小心一点 总归没错的 是 众人盯的脚尖 懦懦地答道 脚步声渐弱 管师走远了 唉 那声音发愁地脱了个调子 喃喃地抱怨起来 你说 这么个妖物 老爷费那么大力气弄到家里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 噓 另一个人的语气里 带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倒是听闻了 这妖物的母亲啊 美轮美奂 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 还说不准呢 听的人笑了 哦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什么都没说 都是瞎猜的 两人会心一笑 打趣起来 虽说是伴要 万一真是老爷的种 多少也算是有后了 只要 门非闭上 两人嬉笑的声音被隔绝在外 门口的地面上 孤零零地放着一份冷掉的饭菜 白衣容的手指将贴在窗口的黑纸都捏皱了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如若不是丫鬟将她的手往外拉 她差点将那张纸扯下来揉成一团 眼中几乎要进出火来 哼 真是让她猜对了呀 什么样的美人 能迷惑的沐淮江 这样冷淡自傲的男人 都迷了心知 她再不急 好歹也是捉妖世家一样的女儿 终其一声撒娇耍吃 也没让她正眼瞧过 一只妖 她凭什么 她气得眼睛发红 撒手将黑纸一堆 扭头便走 坐在桌上的男孩歪了歪头 出神着望着窗户 似乎有些疑惑 窗口投印在她脸上的一块亮光 为什么消失了 半晌 红光慢慢地连去 窗内陷入了一片的黑暗中 二夫人 洋魂一路小跑赶上了她 您别听她们瞎说 都是瞎说的 老爷在密室 白衣容喃喃 回头逆着丫鬟的脸 冷冰冰地问 在密室 干什么呢 丫鬟生怕她闯进密室 寒毛根根竖起 险些给她跪了下来 听说是在布镇 万万打扰不得的 我与怀疆 在密室布好了七沙镇 以木生为耳 设局等待院女 木瑶手脚冰凉 性呱啦地翻了一页 四日后 愿你果真夜袭幕府 欲将子子救走 最终身陷七沙镇内 落于我们之手 怀将的老友空轻道人 知晓我们不获怨女 即来阻止 告知于 我们杀死怨女的后果 不得已 将其以锁链困于地牢 以黄纸符咒封印 木生自重忘忧咒后 无有记忆限制 腰里屡次失控 府内死者数十 除了我和瑶儿以外 旁人难以接近 说过说 她从前是以普通孩子的身份 偶尔泄露自己的半腰之力 网忧咒夺取她的记忆之后 她就是以半腰之身存世 偶尔才想起来 自己是个孩子 这种情况 通常是白锦去给她送饭 或是木瑶陪她玩的时候 她很信赖白锦 每次当她靠近 她会收敛红光 有时候将头安静地 靠在她怀里 像是藏在雌鸟翅膀下的 雏鸟 乖得令人怜惜 至于木瑶 那时她不过十岁 纯洁地像一张白纸 没有丝毫的恶念 木生虽暴力 却很聪明 拥有小兽般敏锐的本能 能够分辨出 谁是真心地带的 因此 并不抗拒木瑶的接近 或对木生 亏欠兼并怜爱 白锦的刺激轻手 这时间已隐隐有 另有不待的虚幅 但其力气难以自控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大腰之力 多续余法 此子之法 便如仇恨之丝 束缚以来 一旦遭遇刺激 头发便增长三寸 杀人数十 不过三日 已经长治了腰策 除了我与怀将 旁人难以招架 这事情发展到最后 木怀将是第一个 提出异议的 在他看来 先前白锦强行将人带回来 一是为了坐儿 等待怨女 二是为木瑶提供保障 还有几分 侍女人家的侧隐之心 但说到底 他最看重的 还是第二条 他对一个 无法控制自己的半腰 并无好感 更不会将其 当真正的孩子样 现在 怨女已经被他们 禁锢在地牢内 说若 他不能为女儿 保驾护航 便成了废子一枚 网游咒 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木生几乎 只能被关在 汉诞堂内 像一只野性难逊的小兽 无法接触外人 更别提 陪着木瑶 外出历练了 何况 这只妖物 已搞得府内 人心惶惶 众人精疲力竭 他属意 将木生处理掉 再召集诸多捉妖人 结成同盟 加固怨女的封印 即使她的妖力恢复 也会被永远 锁在那方小天地里 不能出来作祟 恰于此时 空清道人 带来永久 杀死怨女之法 可一尸二鸟 郑重怀疆的心意 只是 方法残忍 我并未同意 争执不定之时 事有即便 险落中 笼罩着漆黑的夜色 飞檐只剩下个漆黑的轮廓 耸立的水山尖上 挂着一轮小巧的弯院 不一会儿 便被飘来的云 遮住了一半 木槐江亲手提灯 引着身后的长须道人 在曲折廊桥中行走 不识回过头 低语些什么 他们二人走得很快 手里的灯笼 像一团游业的星火 木槐江无声中回头 一个带兜妙的身影 有些慌乱地贴住了墙根 风吹动了宽大的帽颜和音秀 隐隐露出一个娇小的轮廓 林妙妙在一片分辨率极低的画面中 艰难地辨认了半场 是个女人 两人迅速地走开了 身后包裹着严严实实的女人 一身黑袍与夜色融为一体 轻手轻脚地跟了上去 路线回环曲折 走到了对西端无人住的格子 木槐江下意识地看了看外面 随即将门衍上 他将挂墙上的长卷山水取了下来 露出了一扇破旧的小木窗 女人躲在窗口看 手指攥紧了窗帘 木槐江取了钥匙 将小木门打开 示意长须道人先进 二人矮身弯腰 一前一后进了门 消失在门里 隐隐地传来了空旷的脚步声 女人的脚步似猫 推开门迅速地溜了进来 木门之下别有洞天 沿击而下 石头粗糙搭出的洞穴 阴冷潮湿 角落里滴滴答答地漏着水 印在水洼里 发出空旷圆润的回声 每隔几步 地上仓促地白有一盏灯 看看照亮脚下的凹凸不平的路 下去吧 木槐江一挥手 两名看守在外州的 榜大腰圆的雅富 躬身退下 左链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木槐江手里端着一盏烛台 骤然照到了昏暗的石穴里 坐在地上的那人 抬手遮住了眼睛 挡住了一下刺目的光 珍珠的那只手 五指纤细 皮肤苍白 手腕上拴着一只厚重的镂口 铸铁是粗糙的青黑色 有斑斓的红色袖脊 与女人血白纤细的小臂 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她被婴儿手臂粗的锁链拴着 激进赤裸 脚踝上也带着脚铐 锁链延伸至墙边 牢牢地定入了墙里 一整面墙 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纸 单杀自己焦点 深深浅浅 密不透风 她坐着的姿势诱人至极 展现出了优雅的曲线 像足了一只搁浅在岸边的美人鱼 一点点地 她移开了手指 邪密过来 睫毛像蝴蝶翅膀伸展着 眸中是江南的烟雨 春色无边 从鼻尖到阴唇 再至下额的弧度 是天功造物 在她抬头的一瞬间 仿佛这幽暗的时学 都被照亮了 长须道人点点头 打亮眼前女子的眼神 并无波澜 两人开始交谈 短促地说了两三句话 全听不清 背景音是刺耳的尖笑 躲在石壁背后的女人 身子颤抖着 发红的眼里 只剩上地上坐着的那个游户 似乎只是为了专程来看她一眼 沐淮江和那长须道人 只短暂地说了几句话 便离开了 沉重的镣铐哗啦啦地坐下 她换了个姿势坐着 脸上依旧挂着 无谓的探墨笑容 引在黑暗中的女人 从石壁背后闪出 几步走到了她前面 摘下了兜毛 露出了一张花了妆的脸 白衣戎 她居高临下 死死地盯着女人的脸 说道 你是谁 那女人歪过头 好笑地看了她一眼 神情漫步惊心 你又是谁 她的声音娇柔动听 带了一点恰到好处的沙哑 回荡在石洞里 熟的人心房都酥了 你还有脸问我 我是幕府的二夫人 你这没名没分的妖物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连人也算不上 竟敢勾引人家的丈夫 她有些气急了 说了没两句 便几乎演化成了 指着鼻子的赤马 勾引 那女人看着她 沉默了一会儿 眼中开始闪动起悠悠的光 越发显得那笑容诡异 是你的丈夫 似缠烂打不放 怎么能算勾引呢 你胡说 信不信有你 她慵懒地笑着 我与她的儿子 她不就接进府里 给你们木家测镜成人了吗 白衣容脑子嗡了一下 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难难得倒 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 不是腰传吗 女人 女人伸出手臂 拉动锁链 哗啦作响 仿佛刻意给她 展示手腕上的镣铐 你看 有了儿子还不够 她还要留我在她身边 神妖殊途 她不能娶我做夫人 也要我做她的亲鸾 白衣容双目发红 恨不得冲上来 将她撕成碎片 不知廉耻 不要脸的狐狸精 哼 她爱我呀 女人似乎没有看到她的怒火 接着缓缓地到来 她对我 拜依拜顺 恨不得将天上的心愿 都捧到我的眼前 我都对她不屑一顾 她缓缓地侧头 眼里含了一点 讽刺的同情 她爱过你吗 你知道被人爱着 是什么滋味吗 你的一辈子 除了生孩子 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吗 住口 白衣容尖叫着扑上去 急在她身上 揪住她的头发 在她那张动人的脸上 扇了几个耳光 又狠狠地挠了几个血印 小贱人 让你得意 她轻笑着 仰头挑衅地 看着师太的白衣容 脸上的血印和红肿 很快消失了 又露出白玉无瑕的皮肤 可惜没有用呢 你忘了吗 我是妖啊 这点小伤 怎能耐何得了我 白衣容气喘吁吁地 看着她 双眼里满是血丝 你活一辈子 青春不过二十年 变年老色衰 你看 你的皮肤 已经开始松弛了 真可怜 她轻轻地笑起来 哼 而我 永保青春貌美 哪怕沐淮江 成了老头子 我也永远 是这个模样 你奢求 一辈子的东西 单皮一张脸 就让我轻易而举地 得到了 真抱歉 毕竟男人 总是这样 策令致婚 你说 对不对 你 白衣容的牙齿 颤抖起来 怒火上头 有一种 溺水般的 昏胀感 除非 你杀了我 女人笑得 愈加舞昧 否则 你一辈子 都不可能 拿我如何 知道吗 杀了 杀了她 脑海里的念头 越来越清晰 浑身的血液 直往头上涌 杀了你 你敢吗 她笑得挑衅 极亮的眼珠 仿佛两盏 优亮的心 吃 颤抖的手 握着匕首 狠狠地扎进了 柔软的皮肤下 我怎么不敢 湿热的血液 流了她满手 散发着奇异的香气 她如梦方醒 意识到自己 做了什么之后 连爬带滚的仿后腿 地上的女人 如同一只 泄了气的玩偶 在血泊中抽搐着 望着她 眼中闪着亮光 口中发出了 呵呵的气声 竟然得意地 放声笑起来 场面 诡异至极 玄机 那具完美无暇的身体 慢慢地破碎 一半化作飞雪 一半化作落叶 在空中旋转散开 一阵风一样 猛然地钻出了智库 插在她心口的匕首 额那锁链 哗啦一声 掉落在地上 白衣容意识到 自己闯下了大火 腿都软了 挣扎着爬了半天 才爬起来 沾雪的手 在石洞里 拖出了 道道深红的血痕 她顾不上 戴上帽兜了 转头便 亮亮腔腔地 往外跑 旋即降落的 飞雪和落叶 如以示青腿 刚风席卷 转瞬 包围了她 娇小的身躯 白衣容猛然地 向前扑倒在地 像死了一般 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 她极其缓慢地 爬了起来 步履不及不徐地 走回到了石穴前 弯腰捡起了 地上的匕首 揣进了怀里 歪过头去 像是游览一般 细细地 环顾了四周 随即 无声无息地 走出了地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